上年開始,這個風氣越來越盛行 我覺得應該是因為有成功危止 大家記得上年有《向西》,有《Pizza》 其實還有一本《騎著一隻爐仔去西藏》 那本旅遊書 然後又有一些小說系列 有多一兩本 我記得上年書展也有七本 然後跑出了兩本 所以之後的風氣 我可以看到的就是 越來越多人在港鼓台 希望成為下一個《向西》 或者下一個《Pizza》 其實最主要是全民稿費 有些港島好像賣到十萬本書 如果這樣算下去 可能稿費是幾十萬 另一件事就是 這兩本書 最後的故事都拍成電影 那電影題材 可能那個題材 買它版權也有不費用 那我覺得再打後 就是除了小說電影之後 還有什麼呢 那兩個作者出了名 那變成可能 可能接下來他其他作品 都有機會走回同一條路 就是說可能書展大賣 然後又有電影 或者甚至電視劇 會找他做劇本 那變成了 即是有一個挺好的風氣 大家以前經常覺得寫東西 會出路的 但是這兩個說給你聽 不是我寫的其實都挺好的 張飛人的人都算高的 那我想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大家都會認識他 因為他是其中一個 要你刺走給他 他才肯為你寫鼓的人 那我之前見到他很有趣 就是很多時候的作者都是 你肯看他的話他會不停地寫鼓 你給一些鼓勵性的說話 或者有些人就 然後罵多了幾句 踢多了幾句他的寫鼓 那張飛人的人有一點不同 就是說 你快點刺走 不夠走 然後這個Post 又不夠正評 然後就不肯寫了 那我看到所以 其實引起有不少的人 都會在討論區裡面 為了追他的鼓 就不停地刺走 或者在Post裡面 推一下 去給正評 那所以我覺得 可能因為這樣的原因 他的人氣 在高燈裡面 都算挺高的 那至於 如果你說另一件事情 他的個性 那絕對是一個 挺特別 挺有性格的一個作者 因為有時候的作者都知道 你的讀者有時候 不得罪得 你看之前的Pisa就知道 那變了 但是他又不是 他一走出來 就已經一個 較為強硬的姿態 告訴你 你是我的讀者 我是作者 但是我跟你之間 除了我寫鼓給你 你記住給我 就是變成 好像有個交易 在裡面他才肯寫給你 那但是以前 大家都會覺得 你這麼強硬的 你不用知道 有人看你的鼓 但是他就告訴你 不是 他的鼓呢 這麼強硬 都仍然有人肯看 那所以 他的個性 有多特別 那至於 他的作品 又偏甜 大家都會覺得 有時候 有些人覺得甜的 有些甜到柔 所以 某部分的人都會喜歡 會喜歡看他的作品 我見他 除了 接下來這本新書 是講 一個旅行的經歷 就被港女搞得很不開心之外 之前應該都還有另一些 再出名一些的 但是那些很甜的 可能出不到街 或者要包書才能出到 那那些又沒有出 但是就看到的 就是他都不是第一部作品 在高登發的 就是他應該都在高登裡面 發了一些作品 然後再選其中一個去出書 那你說他在高登有什麼事跡呢 那麼 那麼 較為令人熟悉 或者深刻一點的 就是 會較為多馬戰和評擊 那 除了他和讀者之間 我印象中 他好像和其他作者之間 都會有些磨擦的 那也都 見到有些網民說過 你不是說過不出書 那最後又出 那我想 世事無絕對的 那 可能當初 我一開始就真的想不出 但是 無論如何 見到最後多多一位高登巴打出書 那我覺得都是一件好事來的